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因为他是秦桧后人这一身份而调侃他 没办法 谁让秦桧是名声如此响亮呢 有一天 秦大使和一帮好友游汐湖 来到岳飞墓前 看到秦桧夫妇反绑双手 朝着岳王坟下跪 一位朋友就故意拉住秦大使请他提对联 秦大使并没有推辞 提笔缓缓写道 人从宋后 修明慧 我到坟前愧姓秦 如此才气在当时也传承了一段佳话 后来秦大使38岁的时候进京赶考 在皇太后六十圣诞的万寿恩科中 成为清朝开国以来的第43位状元 不过他在被乾隆倾典为状元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就在会事过后 主考官将考生达隽 成递给乾隆过目 其中有一张文笔工整 内容不凡 颇有志士安邦之才 显得尤为突出 乾隆看过后 十分高兴 但是在看到达隽人民为秦大使的时候 就有点犹豫了 此人姓秦 与秦桧是同乡 极有可能是大奸臣秦桧后代 如果要珍视的话 以秦桧之污名 秦点其后代为状元 怕是要引起朝野非议 于是秦大使上殿之时 乾隆就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质问秦大使 你真如传言所说 是秦桧的后人吗 这一问将秦大使给问猛了 要是如实回答 状元就没了 要是撒谎 更惨 那就是欺君之罪 是要掉脑袋的 好在秦大使财思敏锐 略一思索之后 说了极为高明的七个字 一朝天子 一朝臣 这个回答 乃至现在看来 都是一个面对领导问寻 天衣无缝的妙答 既含蓄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承认自己是秦桧后人 又恰到好处地拍了乾隆的马屁 宋高宗 因为昏庸 所以身边才会出现秦桧那样的奸臣 而皇帝 您是少有的明君 自然身边就是忠臣名将了 乾隆听完慎为大喜 当即下旨 清点了秦大使为此次科举的状元 高中状元后 秦大使备受汉林院修传 掌修国史 乾隆赏识秦大使的才华和气节 甚至让他担任科举考试的考官 按惯例 秦大使诞生的小巷 就由地方官命名为秦壮元像